大家好,这里是羽毛球蔡佳童 欢迎收看我的赛事速报 马上给大家带来2023北极羽毛球公开赛 周天成对阵赵俊鹏的速递解说 首局上来,赵的状态非常兴奋 而且功课也做得相当足 反倒是小天的专注度有点分散 整体表现发散可乘 赵俊鹏没怎么费劲就拉开了比分的优势 就连中前场平抽挡这个小天的强项也斗不过赵俊鹏 小天加之量转进网却被赵抢推过顶 导致下一拍失误 这就不得不提赵俊鹏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策略了 就是强化中前场的抓取 尤其是进网端的抓取非常强势 这是由赵的属性决定的 赵身高必长,移动快拿点高 但力量偏弱,无法像李子佳一样强攻一刀流 所以只能通过加快节奏打连贯来发挥自己抓取快的优势 在主动加快节奏的同时 赵的手感细腻,手法油腻,经验肥腻 整体球路又刁钻又隐蔽 多次骗出小天的二次启动 导致小天在这种又快又多变又到位的球路中相当不适应 小天再戳形成后场降弓 赵单膝跪地化解 小天抓推加停顿弹过顶 成功骗过赵俊鹏,最终得分 按道理来说,这个回合才是小天的正常水准 但纵观整个手局,小天基本上没有打出过几个这样子的回合 整体上乏善可承 这也和赵的发挥好有关 整个手局有点把小天打懵了 赵的超长发挥,导致了小天的失常发挥 比赛进入下半局 小天停顿回放,较右脚前压手网 但赵的低点回挫质量极高 小天无法抓扑,只能勉强回勾 赵的中前场抓取战术不仅能够加快拿点 还能细化出球质量 当着小天的面搓出贴网球 显然,战术在手局的成功 为次局的赵带来了极佳的心态 在近网端吃了亏的小天 开始尝试重复控底线 不给赵俊鹏上网加质量的机会 最终小天抓反手过度设下中路远瓦限制 却被赵取拍反抽 赵的中前场抓取太快了 随后,赵俊鹏又凭借前后调动 发展出推过顶交络抛高 不费吹灰之力 再次把次局的比分优势拉开 小天的处境相当不妙 随即,小天便出现了明显的心态波动 沙上网拿到高点 却交出了非常低级的主动失误 赵果断神圣追击 用同样的沙上网套路再得一分 可谓杀人诛心 但是,接下来却出现了意外性的展开 可能是小天开始进一步适应 也可能是赵的状态出现起伏 总之双方的比分开始鬼使神差的逐渐缩小 次局的胜负重新有了悬念 赵强攻中路被轻松化解 不得不说,进攻端火力不足真的拖了赵的后腿 虽然强攻无法直接得分 但至少能够向往前发展 引导出进往争夺 现阶段赵的前场抓取依旧很快 不知不觉,小天把比分追到了11比12 最终,双方互相推斜线过顶球 但小天推得不太到位,被赵抓到 随着手感越来越好 13比11,小天进往争夺占优 马来部抓推突击拼落点得手 随后又是中前场刀剑交锋 在逐渐转向进往的争夺中 赵再次得分 可以很直观地看出 现阶段的赵俊鹏几乎是把赢球的希望 全部都压在了进往争夺上 在相持中把抓往前球的优先级 放到了最前面 这就必然会导致后场抓取的弱化 给了小天推过顶的机会 小天也很及时地利用了这一破绽 最终停顿坛重复过顶球 成功骗过赵俊鹏 接下来这个阶段 战术还是同样的战术 但提速后的小天逐渐开始压制赵俊鹏 刺绝胜利的天秤倒向小天的一侧 小天机会很好 但是依旧选择控球 通过停顿弹底线变化和抛掉加质量处理 拿下了比分 这一分也让赵俊鹏士气大损 不久后便输掉了次局 来到决胜局 除了一如既往的中前场快速抓取以外 双方进一步提速 也让后场的抓突击得到了强化 又是近往端的刀剑交锋 小天抓扑被赵捞起 赵强攻上网补刀 却被小天快速蹲打反抽 小天必杀技 中场蹲打平抽 专门应对追身平球 赵平抽过度 随即又是快速向前抓取 形成封网连贯 随后 赵再次迎前抢推底角 小天爆扣血线示威 直接打飞赵俊鹏球拍 双方又是先以远往限制彼此 逐渐斗到进网 最终又是赵俊鹏抓扑得手 赵的前押手网太强势了 虽然有被抢推过顶的风险 但也有封印小天往前做球的巨大收益 小天不敢示弱 马上就秀出了一次快速的平抽反打 又是一次进网争夺 小天想要抓扑 赵及时时破 借机抢推过顶家网抛高得手 右半区举步较量 小天拿点叫主动 反复打赵转身 赵耐心跟随 最终反倒是相对被动的赵 通过一拍反手拦掉 反败为胜 随后赵调球连贯封网 小天蹲打平抽反击得分 比分来到七平 赵先是前后调动 随后抓过度再次形成封网 小天咬牙跟防 最终引发赵急遭失误 比分来到十比九 赵反复下牙抢网 小天反复前后调动 暂时没有博多进网的打算 小天终于等来高挑 但判断犹豫 又再失去了反击机会 赵咬牙再杀 拼落点出一戒 前面说到 进攻端的不足 拖了赵的后腿 这一回合就是典型的案例 哪怕费了吃奶的力气 也只能逼出小天倒地 这显然无法把防守压力传导给小天 也就无法强迫小天和自己搏斗近网 最终在小天的反复起球 自己却久攻不下的焦虑下 赵终于忍不住要了过多的弱点质量 赵平抽占优 中场抓抛高补刀 小天猜边没挡过网 来到十一比十 赵抓推拼弱点得手 十四比十一 双方再次发起了新一轮的中险场 白热化交锋 谁都不肯示弱 最终又是一次小天的精彩蹲打 小天的蹲打就像游戏中的反弹技能一样厉害 最终照低点咬牙起球 小天误以为要放网 导致耽误了后场抓取 随后小天秀出计中计 先是低点回放 装作右脚前压手网 实则盯准赵的推球时机 同一瞬间完成侧身抓推 小天还想没开二度 小天还想没开二度 赵葵戳破解 形成后场反击 最终小天头顶抓推 形成封网得手 15平 小天前压手网 抓扑得手 照火力见增 依旧无法插穿 小天左右腾跳 防守反击 最终 照又是一次极限拼弱点 终于拿下比分 当一个不善强攻的球手 想要通过强攻砍分 往往要付出更大的消耗 和承受更大的风险 16比17 小天蹲打平抽 再拿一分 来到17比20 小天已经拿到赛点 但却鬼使神拆的 出现状态起伏 连续好几个破战被抓 加分赛大战一触即发 进往争夺 照抢推过顶 小天被动抛高 照机会不好 姑且轻杀保主动 小天加力顶回头球 照后仰薄杀 再次形成进往争夺 小天已经错进 终于在关键时刻赢了一次 接下来这几分 可以看出双方都很紧张 球路进入了最后的拼刺刀环节 双方以快打快 以硬碰硬 来到23比22 小天秀出神仙摆脱 随后又是进往争夺 再拿一分 最终导致赵心态崩溃 主动打丢最后一分 本场比赛 赵俊鹏有点虎头蛇尾 开局打得非常积极且合理 在中前场的争夺中 牢牢地占据着主动 让小天的往前驱动型 打法威力大减 可惜在执行上 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 同时 小天的比赛 阅读能力也是十分的老辣 面对即将失控的局面 依旧能够冷静地 找到应对之法 这是惊艳的胜利 好的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关注我 收看更多最新赛事解说 我是阿童 我们下期见